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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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从洗手间出来故意放慢步伐 表面上装作用手机叫车的样子 实际打开订房软件 比较附近哪里的酒店性价比比较高 嘿嘿 现在已经11点40了 终于来了一辆车 看司机的样子也是有一定年纪了 如果一个司机如果他车上还随身带着一个炮着枸杞的保温杯 那他开车一定很慢很养生 你们请试试十二点关门是吧 如果啊 我说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怎么办啊 那就只有住外边了 估计是来不及了 要不我们今天住外面 等等 十二点是吧 怎么 终于该是我出场的时候了 我这可是改装过的脚肛排 200匹马 绝对来不及 到了 十一点五十 还有十分钟关注册 你们慢慢走进去都来得及 嘿嘿 所以说 在把妹的时候 遇到老司机也不一定好 哈喽我是杨阳 哈喽我是文文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 重返了校园时代 其实我还没毕业呢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吃喝玩乐 好了 想了解更多的干货和把妹技巧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浪迹教育 我们在那里等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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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